安装软体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讲解 如何在LinuxMe底下安装软体 那这个LinuxMe不只是 作业系统是完全开源和免费的 那甚至它的软体 请各位到选单 第二项软体管理员 或者我们称为软体中心 点选滑鼠左键 请您输入管理员权限的密码 NTPC 那在进去软体管理员 或者是称为软体中心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帮我们 把各项的软体做好分类了 例如我要找一个游戏 可以点选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评论的多少 还有分数 几颗星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游戏安装 好 例如 好 选择这个 拼鼓的游戏 好 快点两下 好 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 好 在安装的同时呢 您还可以回去 好 选择其他的游戏安装 好 这是安装软体的方式 好 我们回到最外层 我们可以看一下科学与教育 好 新作软体 好 一样快点两下 好 我们可以进行安装 好 那这边呢 会说明它的安装的大小 好 那我这边呢 就先省略 好 回到科学与教育 那如果是你看到打勾的就是 绿色打勾的就是已经安装好 在什么系统里面的 好 如果您在选单里面找不到的话呢 好 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好 例如我们打这个 Append 它是Pend 好 好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出现了 好 你就可以点选执行 好 小画家 好 这是有关于软体安装的方法 那除了我们在软体管理员提供的软体之外呢 还可以从什么地方安装软体呢 可以的 我们如果要安装不是开源软体 或者是一些上线软体的话 您可能透过搜寻 好 例如我们最常使用的一个浏览器 好 Chrome 那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下载的地方 我们点选 好 当你以后在网路上要找LinuxMeet的软体的话 请你看到版本 是用LinuxMeet Debian或者是Ubuntu的都可以 好 只要有这两项的几乎LinuxMeet都可以安装 好 我们按下载 好 那记得你的版本是几位元的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是64位元的 好 就是这个Debian和Ubuntu的版本 好 你可以接受安装 好 我们先把它储存 好 确定 好 那在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好 下载 在我之前我已经下载好了 好 Chrome的套件 好 那它套件的副档名就叫.deb 所以只要是点.deb的话 你可以直接快点滑鼠的左键两下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 先等一下我把这个另外一个软体管理员先关掉 好 同时间只能有一个软体管理进行安装 好 这边关掉 好 那跑出来之后呢 因为我已经安装好 Chrome了之后呢 它就会说你要不要重新安装 那我就不要 好 那或者是重新下载套件 好 或者是移除 就是删除套件 好 那我们都先关闭 好 再找一个 好 另外一个浏览器 Opera 好 记得Install Package 就是安装套件 好 一样安装的时候会问你管理员的密码 NTPC 好 OK 好 那就再进行安装了 好 所以如果以后您在软体管理员找不到的软体 您可以尝试用Google搜寻相关的软体 例如搜寻浏览器啊 或者是我们Drawbus 你可能都必须到它的官网去下载D1B档 好 自己手动安装 好 那我们的右下角呢 可以看到我的Drawbus也已经安装好了 好 那我下载的软体呢 好 在这里 Drawbus 64.deb 那当然每个档案取的名称布丁可以看到64这个字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Drawbus 好 怎么样安装 一样用搜寻打KeywordDrawbus 好 我们直接下载软体 好 记得我们要给找的版本是 无邦图版本 或者是Debian版本 好 那有无邦图版本呢 我们就要选无邦图版本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系统是64位元的 就点选这一个 好 下载了完 就是我 这边下载的地方 这个 软体 好 那我们回头看看 好 那这边呢 已经完成好了 我们就按关闭 好 它已经没有在跑了 我们就按关闭 这个时候我们就安装好了OPRA的浏览器 我们到选单看一下 它会自动归类于网机网络 好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你用搜寻的 好 好 那第一次执行 会问一些有关版权的问题 好 还有授权的问题 同意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 从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点DEB的套件 好 手动安装 好 那 这两种安装软体的方法 都为各位介绍了 好 第一种是 从 软体管理员 安装 好 从已经分类好的去搜寻 有关于你想要 下载安装的游 游戏或者是一些软体 好 另一种方式呢 是可能是属于商业软体 您必须到它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点DEB的套件 它安装 好 那这边我们关闭 好 那在这个单元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不再来 burden 要 一 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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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两 两